她是电影《全迷目击》当中的林泰 也是《潜伏》中的于泽成 大气晚成的演员孙空雷和小女友王俊迪 从2008年相恋到现在仍然甜蜜 今日又传出了巴黎结婚的消息 而她如今也被称作妈妈专业户 曾在裸婚时代中扮演刘亦阳妈妈的丁嘉丽 知道好些 花钱 你一定想不到这两个如今看来不是一个年代的人 当年却曾是一对恩爱的情侣 孙后雷和丁嘉丽在1999年 因一起主演话剧《居里夫人》而走到了一块 恋情维持了两年 1959年出生的丁嘉丽 比1970年出生的孙后雷整整大了11岁 十足的姐弟恋 两人曾经非常甜蜜甚至谈婚论嫁 但是丁嘉丽父母觉得两人年龄差距太大而一致反对 婚媒结成 两个人的恋情在2001年下半年也发生了转折 当时孙后雷在拍摄《周瑜的火车》 与巩俐传出绯闻 于是孙后雷和丁嘉丽的恋情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据说二人分手之后 丁嘉丽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 无法接戏 一个是偶像歌手 一个是搞笑姑婆 杜德卫和吴君如两个人看起来交集不大 但其实他们二十年前却有过一段情色恋情 只可惜当时杜德卫身为偶像 这段恋情并没有公开 那偶像歌星嘛 怎么讲的呢 1992年这段隐藏的爱情走到了终点 原因是杜德卫出轨 92年我记得92年分手的 知道我第三者是一个model嘛 虽然杜德卫出轨在前 吴君如也是受伤不轻 但是时隔多年再谈到这段网日恋情 吴君如话中还是带着爱意 其实如果以我形容她是一个Peter Pan 小飞合 一世都不愿意认自己长大 那还好笑的 说真的 这个东西真的好感觉 喜欢讲难的 很喜欢讲难的 好好笑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陈卫生就不行了 接下来的这对可能更让大家吃惊 那就是王志文和徐帆 两个人看起来有着急 但又貌似不熟悉啊 他们也曾经被传师生恋 传闻当中 王志文和徐帆相恋时间 大约是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 当年徐帆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而王志文正在中戏当老师 两个年轻人渐渐地走到了一块 据传闻 两人还曾经一起在学校外 租了一间平房同居 不过后来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徐帆也于93年和导演冯小刚 走到了一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